Hello大家好 今天我们煎牛排 那在开始前呢 我想讲几个要点 首先呢 就是那只锅子 如果你家里经常煎牛排的话 我建议你一定备一只厚底铁锅 像这种平底的 或者这种凹凸铺平的 也或者是这种稍微轻一点的都行 就是薄底锅不行 三两下就稍变形了 或者你烤出来的牛排不像牛排 再有就是时间和火候了 火候你要保持一直高温 时间上呢 一般来说价格越贵的牛排越嫩 那嫩的牛排呢 相对来说用的时间就要短一点 你了解了一个大概以后呢 还要慢慢摸索 还需要举一反三 不能生搬硬套的 今天我用中档价位的牛排 与大家分享一下我平时的操作 牛排呢是有大有小 但是它的厚度呢 在北美几乎是统一规格 差不多有一寸这样 通常新鲜的买回来 我就用纸这样轻轻捏一下 就煎了 然后呢 佐以BBQ sauce 那有的时候不想吃那么重 我就会撒一层盐 再钻几天黑胡椒 就可以煎了 心肠也会不留神 钻一个身 就过了一两个小时 也没有关系 它会出一些汗 你再把它椰干就行 这个锅呢 早几分钟 温火就把它烧起来 小锅呢 开内圈 大锅呢 是根据牛排的量 如果用大锅 也煎一块牛排的话 也开内圈就好 牛排下锅前呢 要确认锅子已经很烫了 手放在上面 明显的一股热气 牛排下锅后 要听到滋的一声 这个温度才对 吃了一个油 我这么烫了就都里像 那么锅子不烫的话 水分马上就出来 这个就变成水煮牛肉了 接下来我们盖盖 三分钟上下 三分钟后我们开盖 翻面 漂亮不 然后再一个三分钟 最后呢 复起来四面再烤一下 油多的地方呢 多烤一烤 这样六七分钟的牛排呢 只是半分手 你看看 这个中边还挺煮的 我就不打开了 我要两面各加一分钟 起码一分钟才是我的七分熟 起锅了 这个时候锅还是滚滚烫的 在这个 pace 千万不要为了节约用电 早早关火 不然水费要跑出来 上碟后呢 放一会儿 让它休息个三五分钟 才动刀 因为刚才火把汁都收到这个中间了 现在要让它慢慢释放开来 那现在我们打开看看吧 粉粉的 但是没有血水了 完美 七分熟 好 还有话讲 那动过的怎么处理呢 牛排不到万不得已 不要去动它 万一动过了 要处理得当 把它从冻柜里移到冷藏 先给它解冻 那解冻后呢 会跑出来很多血水 我们要把它弄干 叠几层厨房纸 把牛排放上去 一会儿几分钟后呢 纸头就湿了 然后我们再画一张干净的纸头 把牛排翻面放上去 这个过程呢 差不多要十几 二十分钟这样子 最后呢 再用厨房纸 两面给它拍一下 这样处理好 就会相对满意了 好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